CBA联赛,广东南篮不敌辽宁的背后,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秘密。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,无论从赛场上还是球迷,最火爆的就是辽越。 虽然赢了,但是也心惊胆战。 广东有了周琪辽宁想攻篮下都攻不进去,太强了,羡慕得流口水。 辽宁打球的人多,而且今天国内球员发挥都挺不错。 比赛打得很精彩,说实话,浙江两个球队尽管很强,但不一定是辽宁的对手。 广东才是辽宁未免的最大拦路虎,希望两队球员都别受伤,季后赛见分晓。 另外除了周琪广东那几个内线真高啊,完全就像大山一样。 这要是练出来了,未来几年广东又支愣起来了。 反观辽宁真是有点青黄不接的感觉了,没啥好用的新人。 郭艾伦还得再恢复一下,就本场比赛来看。 脚步赶不上胡明轩了,给点时间吧。 相信到了季后赛可以迎来一个彻底归来的艾伦。 这场比赛很精彩,双方打得都很干净。 裁判的尺度也比较公正准确。 感谢双方球员给球迷奉献的新年大战。 从目前可预测今年总冠军多半是辽宁。 广东队夺冠只有30%的可能。 广东队外援得分不突出。 没有求胜欲望,只是完成上场打球时间,领钱回家。 度润望,任俊飞发挥极不稳定,烂于充数。 徐欣营养不足,光有那身高,来混乱吃。 不是打球的料。 广东的犯规多数都是防守和掩护,篮下确实没啥。 周琪就是第一中锋,不可撼动。 希望广东球迷和辽宁球迷不管好坏,请善待他。 所有赛程下来,只有广东才能让辽宁队全神贯注的比赛。 双方都绷着,只不过广东没有绷住罢了。 辽宁也确实攻不进去,除了周琪还有那俩大个子。 往那一站谁也进不去。 辽宁实力比广东强很多,任俊飞状态低迷。 风险太弱了,除了胡明轩。 其他人三分都不在状态,加上赵纪伟爆发。 输球合情合理。 第四节防守一上强度,广东这边体能就跟不上了。 几个替补很拼,但是太嫩了。 广东还是换一个极战力外援吧。 那两位老功臣真的老了。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。 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,我会继续加油的。